一天两天修一回 五天六天坑一次 买了一台老王马 开了不到一年时间 一台车钱给修进去了 大家总这么认为一个老的宝马车 都说买起修不起 今天好好给你们盘一下 宝马系列里边比较热门的宝马5系 底盘代号F18这款 这款是我认为宝马做的比较成功的一款车 从10年末到17年中 大概就这么一段时间内 基本上德系BBA里边 宝马5系的热度 我认为是比较高的 也说大家非常喜欢 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关注度也都非常高 就这么一个宝马5系 你要是安排一台二手的 到手需要准备一些哪些项目 你拿回来之后 到底能不能养得起这台车哪里 愿意坏 今天借此机会给你们安排一台 搭载2.0TN20发动机的宝马5系 安排 现在被高高调起的这台宝马5系 是一式款的 搭载N20高功率发动机的528LI 四驱的版本 这台车呢 提示防冻液 总是缺 然后跑跑高速 缺的更快 这台车现在已经把原宝梁这些 已经拆了 螺丝该拧的都拧了 这台车现在更换的是 涡轮增压散热的一个水管 这个水管呢 时间长了 它容易漏水 这个是N20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吧 除了这个通病呢 它还有一个涡轮浸油管 它的通病 一个是防冻液循环让涡轮散热用的 一个是机油打到涡轮里边 给它起到一个润滑作用用的 就是两个管 一个油管 一个水管 这两个管就是这台宝马5系的一个通病 基本上99.999%的N20发动机 只要是一四款之前的大部分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四款之后 它做了一个改进 涡轮浸油管 用了一个带指挥帆的 它就不会漏油了 然后这个水管呢 经过改进之后也更加耐用了 换完之后 你再跑个二三十万公里 一般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通病呢 看见这个了吗 这个是鸡爪胶 2.0T发动机的鸡爪胶 这边一个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这是干什么用的 为啥会坏 我一会儿跟你们说 咱们还是先讲一下今天的主角 这个涡轮的散热水管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胶条胶口那边老化了 所以开始渗水 你平时遇到 发现你自己的宝马5系或者是散气 只要是N20发动机 你跑跑 提示你加防冻液 基本大差不差 就是这个管坏了 记住它的样子吧 兄弟们 这个管它不贵 公司费那高的离谱 然后这台车 今天除了换一个水管之外 然后这台车的刹车盘 踩刹车的时候容易抖动 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 你一踩刹车 方盘跟着抖 它的这个刹车盘 瓢了 就是为什么瓢呢 就是你总是刹车 总是刹车 在刹车盘高温的时候 突然下雨了 或者你进了个水坑 水溅到这个刹车盘上面之后 导致刹车盘变相严重 然后这台车除了刹车盘 还有这个水管 它整个后桥 也进行了一个整备 它后桥之前有过一次事故 之前没有更换 它这个事故 导致整个后桥呢 有点变形 这也是受力导致的 所以说这台车 平时跑起来就吃台 你正常一套新台 你如果正常情况下 可以使用五万公里左右 但这台车因为吃台 每跑一万多公里 一侧的轮胎就吃没了 所以说又换了一个后桥 然后附属的这些配件 全部更换 更换完之后 这台车的后边 满满灯灯 啥毛病没有 这一套下来可真不便宜 都是新的 除了刹车盘是旧的 给它车了一遍之后 整个后桥 整个底盘件 都是换了新的 你们猜猜这一套 安排下来 大概得多少米 我结尾告诉你们 这台车整备 这些配件 一共花了多少米 你们心里也能有个数 养一台F18底盘代号的 宝马偶系 它究竟有多么的难养 经过师傅小半天的功夫 两个人一直干活 给这台车伺候的明明板板 坏的和不好用的地方 都给他安排明明板板了 然后整体呢 现在就是试车的阶段 打造火之后 你刚换完这个涡轮的散热水管 或者是你刚换完涡轮的进油管之后 它会冒烟 这个烟很正常啊 经过灯光的照射 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 不要害怕 这个都正常 修车修的多了 你心里就有数了 你就像我 F18底盘代号的宝马武器呀 过我手的没有200台 也有100来台了 我收过的基本上几十台也有 然后我客户来我修理厂修车 也不少 这款宝马武器 实话实说 我个人感觉挺好养的 而且整体这款车 它的故障力没那么多 总共通病就那么几个 咱刨开其他车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主要讲这台宝马武器的话 这台宝马武器 第一点呢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 涡轮的进油管跟水管 今天换的是水管 然后那个涡轮进油管之前也换过了 换完之后 这两个管安排完之后 发动机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高压油笨跟朋友嘴哒哒哒的那个声音之外 只不过那个声音有点大 如果你能接受咱就忍着 我不建议大家去更换这个朋友嘴跟高压油笨 如果没坏的情况下 所以这款车发动机 我认为比较难用 N20的这款发动机 除非你给它加的是假机油 或者对它不好 不按时保养的话 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拉钢 对吧 活塞环里边有积碳 然后导致的拉钢 或者就是润滑不到位 导致的拉钢 都有可能 只要是按保养手册 稳稳当当的对它 对它好一点 你比如说正常一万公里保养 你七八千公里给它换一次机油 都是对它比较好的 你如果说你对它不好 它也不会对你好 车跟人和人跟人一样 将心比心 你尊重它 它也尊重你 不可能没啥事 给你冷道 车是服务于你的 所以说你对这个小伙伴 一定要好 它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然后话说回来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款宝马武器 2.0T的 它的机爪胶 容易老化 发动机是两个 变速箱是一个 你正常换发动机的机爪胶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把变速箱的也一并换了 发动机机爪胶为什么换呢 因为它是一个橡胶制品 它有使用寿命 对于宝马武器来讲 它的机爪胶是我见过比较不耐用的 假如说你有一台2.0T的宝马武器 在你挂倒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台车抖 挂倒档时候抖 或者是你挂D档时候 它也抖 这就说明 鸡爪胶老化了 80%的几率 然后你挂回P档的时候 抖动减轻了 这基本上就是鸡爪胶的问题 然后变速箱鸡爪胶呢 在你行驶的时候 你突然踩刹车 或者突然踩油门 会有一个冲击 不要怀疑是变速箱坏了 基本上也是变速箱鸡爪胶 老化导致的 然后说到变速箱 这款宝马武器 搭载的是ZF8速变速箱 厂家说这台变速箱 它终身免维护 但是我以掏心窝子的感情跟你们讲 这个变速箱 我建议你们6万到8万公里 换一次变速箱油 不听我的也可以 你也可以听厂家的 但是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就这款号称免维护的变速箱 过了12万公里之后 过了质保期之后 出现问题的有多少 换不换 这个是你来定的 反正我该告诉你的也告诉你了 然后其他的呢 这台车也无非就是内饰按键 容易掉漆 这个很好弄啊 一个按键几十米很便宜 一抠一换就完事了 然后就是门把手发年 需要换一个改进型的门把手内侧的啊 然后再就是主驾驶或者副驾驶 它座椅侧面的皮子 时间长了容易出痕迹 然后你公里数大的话 可能会开裂 这个没有办法 毕竟宝马5系 它除了顶配那帕皮之外 剩下的它都是皮革的 除了这些一系列的小铜病之外 这台车还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没有了 这台车相对于德系来讲 比较省其 而且好学好养 因为它的保有量高 你们发现没有 一旦是保有量特别高的车型 它的配件都特别便宜 所以说兄弟们 一台车好不好养 其实第一看运气 第二就是看它的保有量高不高 再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专业 对你这台爱车之根之底 了解的清清楚楚的这种维修师傅 一个维修师傅很重要 如果一台车 你送到不会修它的地方修 只会越修越坏 好了 这期的老高尿二车就到的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或者你们对这台宝马5系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通病 可以评论区下方告诉我们 咱们互相学习一下 咱们明天中午不见不散 拜拜 爱你们默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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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